而要選二零二十總統 除了顧內政 外交政策 也要說清楚 講明白 這讓美國是相當關切 民進黨那麼賴金德 那麼重申是維持親美路線 而至於代表國民黨出征的侯友宜 則因為先前發表過 恢復四個月兵的論調 一度引發美國的關切 而至於在民眾黨柯文哲 部分則被專家指出 因為他的兩岸立場 曖昧模糊 也讓美國觀察中 中南海和白宮之間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做出選擇 喊話若台灣總統能走入白宮 追求的政治目標就達成 這話是否也意味八月出訪 過境美國有機會進入華府 賴副總統對於說整體 希望可以提升我們的盟友合作 希望可以提升我們台美關係 能否進華府不確定 但賴清德提出 維持兩岸現狀四大支柱 強調維持蔡英文路線 就是為了消除美方疑慮 不過比起賴清德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這話 更觸動美方敏感神經 兩岸穩定和平以後 我就恢復四個月 此壞出國民黨高層 立刻接到AIT關切電話 因為延長兵役不但是美方建議 也是兵凶戰危之際 美軍出兵重大指標 侯友宜兵役政策傷的恐怕 不只是國民黨和美方好不容易恢復的 互信基礎 還有他的九月訪美行 以投降式的換取和平 那這個會讓美國對於 侯友宜如果作為未來台灣的總統 在整個國防自主的這種決心上面 會有疑問 雖然侯伴事後態度急轉彎 但後座力衝擊不小 而努力修補外交學分的還有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四月訪美 六月訪日 八月傳說訪問新加坡 菲律賓和越南 不過他的兩岸態度曖昧 美方還在觀察 他還是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中心思想 不管是你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因為兩岸關係可能也不是光講一個兩岸家親 儘管美國表明2024總統大選不會選邊站 但參選人是否維持親美路線 美方全程緊盯在看 借傳聽傳人員想台北通報道